而这个台风呢到底对台湾的影响时间点会是如何 以及到时候的强度又会如何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代理刚 在今天大家感觉到是个炎热的天气 局部的山区有五后阵雨 但是呢今年的第11号台风呢 强度的部分持续增强 正在逐渐接近我们东方的远洋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未来几天 我们的天气状况会如何的变化了 11号台风开始偏西南的方向移动了 速度方面开始减速咯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因为导引流已经减弱之下 它即将要进入到安行场里面了 对于我们的天气来说呢 在礼拜四的时候 北部东部开始有雨了 但中南部地区还是属于天气晴了 所以呢这中南部的朋友白天外出活动 仍然是中午偏热的 但北部开始由北风吹了进来 到了礼拜五礼拜六 台风距离我们大约在四百到五百公里的海面上 逐渐的往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呢外围的云层进来 还有局部性的阵雨的状况出现 近海的风浪都明显的天偏大 海上作业海边活动的朋友 都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这台风会从我们东方的远洋 逐渐的往北走 到了礼拜天以后 台风的中心已经进入到东海 再往北移动了 周日周一周二 这几天来说呢 西半部地区有雨 因为台风上去 就会带着西南风一些水气进来 云层量多 东半部地区天气开始好转 礼拜五的时候台风开始要往北走了 它将会是个擦边球 从我们的远洋通过 我们就来看一下色调强化的云图 我们把这张云图来放大 先来注意到台湾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看到外围的云层 现在目前呢 在台湾北方的海面还没有进来 台风的位置呢 已经到达了琉球群岛的西南方的海面上 暴风圈清晰可见 台风眼就在这个地方了 中心风速已经达到了 每秒五十五公尺 暴风半径是两百二十公里 在南边的低压系统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低压系统开始跟十一号台风 有同伴 有藤原效应开始出现 藤原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高空场的水气 开始逐渐的拉入到这个十一号台风的 环流结构体内 所以呢 在这边的热带性低压 在未来的话强度的部分 今晚到明天早上之前 有机会增强一点点 差不多快变成清度台风 之后呢 就要减弱了 因为整个环流将会并入到十一号台风的结构内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藤原效应 正在发展当中 接着来看一下十一号台风的路径了 我们先从这张路径图上 可以注意到 他现在在琉球群岛的东南方的海面上 未来会比较偏着西南方向移动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 他的北边太平洋高压 而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这里是南亚高压的范围 两个高压呢 现在目前的话北方并没有一条潮线出现 所以台风没有办法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往北走 而开始逐渐的偏南 等到了明天到后天的时候 就卡在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安行场 北边两个高压系统的存在 台风卡在这个地方 约24小时到了礼拜五的下午以后 潮线逐渐的出现 两个高压开始退缩 中间就有一个山谷出现之后呢 台风系统将会在礼拜五下午 开始往北移动 接着礼拜六礼拜天 到下周一的时候 就逐渐往韩国日本方向走 当然等他上去之后呢 西南风的水气会带一些进来 在西半部地区就容易会有些江雨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先来注意到 台风的整个动向来说 目前是沿着高压边缘 但速度的部分 从昨天的33公里每小时 现在已经降到了25公里 今晚的速度会降到20公里 等到明天开始进入安行场的时候 就会卡在这个地方了 但因为台风在我们东方远洋 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 东部海面跟巴士海峡 风浪的部分将会明显的增大 所以提醒你海边头洞 海上作业都要特别注意 明天外围的云层进来 就有局部雨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温度 江雨状况在北部地区 跟东半部地区有 主要是在宜兰 东北角 台北还有包含的桃园 以北会有 过了中部以南 还是好天气 只有山区有五号阵雨 外岛地区来说 只有马祖的天晴 金门的话有点短暂雨 澎湖是多云事情 小丁宁 两件事情要提醒 雨区行车提醒 你要特别注意安全 近海风浪见真大 海边活动朋友要小心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三十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 我们下期见